好 下面我们看第四章第三集 施工质量控制 这一节每年在我们管理的门课程里面 两到三个单选 一个多选 四分到五分 但是这一节知识点比较多 关键是有一些知识点 它可以考 但是我们很难记得住 所以说这一节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么首先就是169页 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和基本环节 第一个考点就是施工质量的基本要求 施工质量的基本要求 我们书上写了很长的篇幅 对同学们的要求 一句话简单了解一下 就质量的基本要求 最后一质量的第一行 最后一质量的第一行 合格是对下面质量的最基本要求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把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 施工质量控制的依据 有共同性依据 有专业技术性依据 还有项目专用一些依据 对吧 考什么呢 考书生的例子 把教材上这么多例子拿出来 然后你看这是什么依据 这个你抱着死尽被的话 你不可能记得住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给同学们总结一下 这是个很简单的考点 共同性依据 在边上写上 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是共同性依据 专业技术性依据 在边上写上 标准规范 标准规范是专业技术性依据 对吧 项目专用性依据呢 在边上写上 只能在一个项目上使用的 只能在一个项目上用的 叫项目专用性依据 你这样来判断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可能记得住 看个例子 下列施工质量控制依据中 属于专用性依据的是 什么叫专用性依据 就只能在一个项目上使用的 对吧 只能在一个项目上使用的 叫专用性依据 对吧 A 共同性依据的项目质量 检验评定标准 标准和规范 这应该属于专业技术性依据 对吧 B 质量管理条例 法律法规是 共同性依据 对吧 C 设计调底 设计调底和图纸混成记录 是不是只能在一个项目上使用呢 对吧 只能在一个项目上使用了 它就属于 专用性 对吧 D 质量业收技术标准 标准规范 是 卓业技术性依据 对吧 下面呢 我们看施工质量控制的基本环节 施工质量控制的基本环节 我们书上也写了接近 一页的篇幅 对吧 我们要求同志们掌握两个考虑 哪两个考虑呢 第一 就是事前事中事后考判断 要求会 对吧 事前事中事后的判断 好 当然 这考虑很简单 对吧 事前质量控制 这个标准下第一行 即正式施工前进行的事前主动质量控制 通过编制施工质量计划明确质量目标 标记在这就可以了 你在标准上加上四个字解释 事前预防 什么叫事前控制 强烈的是事前预防 就是我们第一章讲的主动控制 提前采取措施 防止出问题 这叫事前控制 好 懂了就行了 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 这个标准下第一行的最后 事中控制 也称为作业活动过程质量控制 包括质量活动主体的自我控制和他人监控的方式 自我控制是第一位的 事中控制 首先它强调发生在生产过程中 对吧 发生在生产过程中 而且呢 事中控制包括两个方面 哪两个方面呢 一个是质量活动主体的自我控制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他人监控 一个是生产者的自控 另外一个是监督者的监控 对吧 哪个是第一位的 当然是自控是第一位的 对吧 你别说 我们施工单位施工 我们施工单位施工 施工单位自己要不要控制质量啊 要控制吧 施工单位自己是有质解部门的 要控制质量 对吧 这是生产的自控 另外呢 另外监理还有监督你啊 监督者的监控 对吧 好 再下面再让我 再下面再让我第一行 施工之量的自控和监控是相互相成的性的过程 自控主体的质量意识和能力是关键 是施工质量的决定性因素 也算个关键句吧 对吧 自控和监控 哪个是决定性的因素啊 自控主体的质量意识和能力是关键 对吧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一段段 倒数第二方 自控主体不能因为有监控主体的存在 和监控质量的实施 而减轻或者推脱及质量责任 那么这句话呢 是一个单独的考点 可以单独处理考 我们第六章讲合同管理的时候 我们还用得到 所以说我们要求同学们这句话必须得会 自控主体不能因为有监控主体的存在 和监控质量的实施 而减轻或者推脱去质量责任 这是书面人员 我用老百姓的土话来翻译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你作为自控主体 你不能因为有监控主体在监督你 你就把责任推进给监控主体 行不行啊 那可不行啊 你比如说啊 这个施工单位是自控主体 监力是监控主体 对吧 施工单位能不能这么说 你说啊 这是监力没管好我 所以呢 我才犯错误 责任由监力承担 行不行啊 行不行 那当然是不行的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施工单位 你是自控主体啊 对吧 你不能因为监理单位在监督你 你把责任推卸给监理单位 那可不行 啊 如果要是行的话 我们整个世界的秩序就传乱套了 对吧 你比如说 监狱里这个犯人 能不能这么来辩解啊 他说啊 这是派出所没管好我 所以呢 我才上街打人 责任由派出所承担 行不行啊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是自控主体 你不能有 因为有派出所在管着你 你把责任就推卸给这个派出所 那可不行 对吧 好 这的话我们要求同学们得会 下面呢 我们看事后质量控制 事后质量控制呢 这个标准下啊 第二方 事后控制 包括对质量活动结果的评价认定 对公共性质量变量的纠正 对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已经整改和处理 说实上讲的比较啰嗦了 适合控制 做两件事 哪两件事啊 第一 评价认定 什么叫评价认定啊 就是检查你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对吧 检查你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评价认定 不合格怎么 不合格就纠偏整改啊 对吧 不合格就纠偏整改 对吧 所以适合控制 做两件事 评价认定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纠偏整改 好 质量控制的基本环节 我们就给同学们讲完了 其实就两个考虑 第一个呢 就事前事中事后考判断 20年还考了 事前事中事后的判断 这个没难度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求同学们 必须要汇得一个细节 就是自控主题 不能因为有监控主题的存在 和监控主题的实施 而减轻 或者偷偷责任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例子 施工质量控制的基本环节中 错别字啊 基本环节中 作业活动过程质量控制 包括 作业活动过程质量控制 就是我们的 适中控制 对吧 就哪些什么适中控制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接着单位的质量控制 和接力单位的质量控制 有这个说法吗 没有 适中控制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 质量活动主体的自我控制 一个是 他人监控 对吧 就是 时空单位的 自我控制 还有呢 监理的监督 对吧 B 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 和质量监督部门的质量控制 C 质量活动主体对公事 质量的偏差的纠正 纠偏 评价认定 纠偏真改 那是事后控制了 对吧 所以答案只能选定 包括质量活动主体的自我控制 和他人监控的方式 一个是生产的自控 一个是监督者的监控 20年的考试题 考试试中控制 答案选定 对吧 再看看例子 施工什么企业 按金接力工程师 依据合同 和相关法规 审批的施工质量计划 组织施工 如果导致质量问题 责任要是承担 题目很绕 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施工质量计划 有谁编制 施工单位编制 对吧 施工质量计划 施工单位编制的 那你开始 你开工之前 是不是要报到监理 那就审批一下 对吧 就是说施工单位 自己编制的 这个施工质量计划 本身有问题 监理审批的时候 犹如疏忽 没有发现 施工中出了问题 责任要是承担 是由施工单位 自己承担 还是由施工单位 和建立单位 共同承担 那当然是施工企业 自主承担 对吧 由施工企业 自己承担 为什么呀 因为施工企业 是自控主体 监理只是监控主体 对吧 这道题靠我们 书上哪句话 自控主体 不能因为有监控主体的存在 和监控职能的实施 而减轻或者推托责任 就靠这句话 对吧 你不能因为监理在监督里 你把责任推卸给监理单位 那可不行 因为你是质量的自控主体 对吧 所以说责任 应该由施工企业 自己承担 好 170页 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 和编程方法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阿拉伯数字 一个标题 施工质量计划的形式 施工质量计划的形式 这个标题下 第一次人断 我建议朋友们 打个括号 写上 读一遍 了解一下 读一遍就是读一遍 不是中央考虑 不是中央考虑 就是我们国家 现行这个施工质量计划 有三种形式 哪三种形式 一种是独立的施工质量计划 对吧 另外呢 另外呢 还有施工组织设计里面包含 对吧 还有一种呢 项目管理实施规划里面包含 对吧 有这三种常见的形式 读一遍了解一下 下面呢 看171中间 阿拉伯数字2这个标题 施工质量计划的基本内容 施工质量计划的基本内容 12345678 这8条 打个大括号 能考吗 当然可以考了 单选 多选 都可以考 也都知道是太多了 记不住 你要死机卖的 当然不好记了 对吧 好 我们给同学们解释一下 首先 这8条里面啊 第4条 请大家单独不要记住 第4条 请大家单独不要记住 为什么 他有一定特殊性 考试很喜欢考 确定施工工艺和操作方法的基础方案和施工组织方案 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 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 包括基础方案 是不是很好理解 对吧 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 包括基础方案 好理解 除了基础方案之外 还要包括什么方案 还要包括施工组织方案 这是个细节 首先要特别注意一下 还包括基础方案 还要包括组织方案 好 那么这8条内容呢 你包出去死尽被 当然是太难记 对吧 所以我建议同学们啊 从两个角度出发来把握 首先 第一个把握的角度啊 你在边上写上 它强制的是 和施工质量 有直接关系 和企业的质量管理 一定要区分开 就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啊 强制的一定是施工质量 强制的是施工质量 和企业质量管理 一定要区分开 这是第一个把握的角度 第二个把握的角度 在边上写上 不涉及计划的执行和纠偏 它就是个计划 不涉及计划的执行和纠偏 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基本上就可以保住它的内容 我们看我们的考试期怎么出的 施工质量计划的基本内容有 A 质量总目标 即分点目标 这是不是和施工质量 有直接关系啊 对吧 B 工序质量偏大的纠正 我问他那边 有这一项吗 施工质量计划啊 他就是个计划 不涉及计划的执行和纠偏 对吧 C 质量管理责任啊 C 质量管理组织机构和职责 是不是和施工质量有直接关系 对吧 啊 有什么部门负责这个质量管理 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和施工质量有直接关系吗 对吧 D 施工质量控制点 以及 跟踪控制的方式 是不是和施工质量有直接关系啊 强烈的是施工质量啊 对吧 E 质量计划的要求 对吧 强烈的是施工质量 单选 ACD 好 就这道题啊 我多问咱俩几个问题 我说 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里面 有没有 质量手术的编制 有没有 质量体系的真正 有没有啊 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编制质量手术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真正 都是属于企业的质量管理 对吧 施工质量计划的内容啊 他一定强烈的是施工质量 和企业的质量管理 一定要区分开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施工质量控制点的设置日式管理 那么首先呢 是下面阿拉伯数字1的个标题 质量控制点的设置 质量控制点的设置 这个B2在第一行啊 质量控制点应该选择那些 技术要求高 施工难度大 对质量影响大 或者发生质量问题 是危害大的对象 进行设置 有什么地方应该设置质量控制点 可以考 考过一次 考这个就是送分给大家了 不看出来猜的对 对吧 没难度 好 下面呢 我们 看看例子 施工质量控制点 应该选择那些 基础要求高 对质量影响大 或者发生质量问题是危害大 或者什么样的对象进行设置 什么样对象 施工难度大 对吧 难度大 答应选B 下面呢 我们看教查172页 172页啊 有个比较讨厌的考点 什么考点呢 就是我们172页上面这个表格 质量控制点的设置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可以考好吗 可以 考的多还是考的少 考的比较少 我们意见管理这么多年 考过一次 2019年 考过一次多群点 这道题呢 就是我们2019年的考试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根据对装备式混递组结构 预制构建 质量控制点的要求 需要设置质量控制点 包括哪些啊 装备式混递组结构 预制构建 哪些地方 应该设置质量控制点 大家应该选A和C 这就得记 对这个表格 好记吗 那当然是不好记了 对吧 很不好记 你要说 周老师我懂 懂 那么肯定没问题 对吧 你要说我不懂 我想把它记住 这个太难记了 这个 所以说我们讲 这个第四章 第三节 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吧 并不是我说 让同志们记 大家就能记得住 对吧 那么都是172页这个表格 172页这个表格 我这同志们建议的复习思路 除非你记忆力超强 你就试一下 否则就算 因为你太难记住了 因为你太难记住了 对吧 把我们要求同志们 必须要保住 这些常规的考虑 咱保住了 就足够用了 对吧 教材一翻到173页 173页啊 中间 阿拉伯数字3这个表题 质量控制点的管理 质量控制点的管理呢 两句话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呢 是质量控制点的管理啊 这个标题下 第四自然断 第四自然断第一行 这是危险性比较大的分布分析过程 或者特殊施工过程 除了按一般过程 质量控制的规定执行以外 还应该由专业技术转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或者作业制导书 即施工单位 技术负责人 总建立工程师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字或执行 谁签字 对吧 在这个细节 好 然后呢 173页最会责人论 173页最会责人论 也有个细节 这是考了个见证点和待检点的区别 我们看这段啊 第三行 什么地方需要见证 什么地方需要见证啊 重要部位 特种作业 专门公益 需要见证 对吧 然后呢 173页最后一行 需要待检的就一个 待检的就一个 什么 隐蔽工程 对吧 见证点和待检点 它的区分 啊 这可以考 这个没什么难度 看看例子 下列施工企业 作业质量控制点中 属于待检点的是 待检的就一个 隐蔽工程 对吧 重要部位 特种作业 专门公益 这都属于见证点 174页 施工事纳14次质量控制 首先呢 是施工人软的控制 施工人软的控制 我们书上写了两大段 很长 对吧 但是我不需要同他们记什么 你在BRT边上加个注释 这个施工人软的控制啊 这个人软 包括个人 还要包括单位 它是个宏观的概念 知道这么多 就能解决考试问题 看看例子 我国实行建制企业资质管理制度 建造师职业资格制度 管理软执政上岗制度 都是对建筑工程项目质量影响因素中 什么因素的控制 什么因素 人的因素 对吧 对人的因素的控制 答应选择A 下面呢 我们看施工机械质量控制 施工机械质量控制 有这么几个细节 首先是双括一段 第一行 对施工所用的机械设备 应该根据工程需要 从设备选型 主要性能参数 以及使用操作要求方面 加以控制 对施工所使用的机械设备 主要从哪些方面加以控制 设备的选型 主要性能参数 使用操作要求 好 下面双括二段 第一行 对施工中使用的模具 脚手架等施工设备 除了按使用标准定性以外 一般是要按照设计 施工要求 进行专项设计 这一项呢 很奇怪 容易出错 我问他这边 对模具脚手架 进行专项设计 对模具脚手架 进行专项设计 我问他这边 这属于对哪一个要素的质量控制 是材料 还是机械 对模具脚手架进行专项设计 是对材料的质量控制 还是对机械的质量控制 是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 是不是很怪异 对吧 我觉得根本就说不通吗 但是呢 书上就这么写的 考试就可以考 对模具脚手架进行专项设计 这属于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 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三条 第三条呢 双质三个短 去年考了多群 这是我们今年的考试啊 21年的考试 最后这个数字注意下就行 吊索水平夹角 不宜小于60度 不宜小于45度 数字注意下就行了 就足够了 好 下面呢 双货四个短 双货四个短 第一行的后面 特别是危险性比较大的 现场安装的启动机械 在安装前 要变成专项安装方案 并经过审批和实施 安装完毕 不仅必须经过自检 和作业检测机构的检测 而且要经过相关管理部门 一言说合格后 方可以投入使用 一个可以考多选题的细节 我问他们 危险性比较大的 现场安装的启动机械 安装完了之后 要经过哪些检测 才可以投入使用 安装完了之后 要经过哪些检测 自检 还有专业检测机构的检测 还有管理部门的验收 对吧 考个多选题可不可以 可以吧 好 下面我们看个例子 20年的考试题 婚礼统预制构件调运时 需要考虑的质量控制措施 A 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 吊动机械 这是个常识 对吧 B 按照构件尺寸 重量来选择调具 是不是常识 对吧 C 编制专项方案并组织专家评审 我们讲啊 同志们 只要我们学完了第五章 你就不会选C这个选项 啊 第五章第二节 我们会讲到 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 升级坑 地下暗挖 高大模板 有它吗 对吧 D 计算确定构件 第二点的数量位置 是不是常识 对吧 E 控制第二走水平夹角 不应小于45度 不以小于60度 不应小于45度 对吧 大家选择A B D 好 下面呢 我带来设备质量控制 带来设备质量控制 我们要求他这么 注意两句话就可以了 175页 175页啊 第三段 第三段 第四行 对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 实行驻厂监造制度 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 实行什么制度呢 驻厂监造制度 可以考过田红市选择题 对吧 下面一行 下面一行 有75%这个数字 我们要去汇 婚礼组预制构件 出厂时 婚礼组强度 不宜低于设计 婚礼组强度等级 等级值得多少 75% 75%这个数 2019年考过的 我们21年 我们还是要去汇 还是要去汇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供应技术方案 这两个人 公益技术方案 这两个人 这个书上呢 一共写了6条 对吧 我们要求特别需要注意一下 第二条 第三条 第五条 二三五 这三条 特别注意一下 好 第二条 你别说啊 这里合理的 有效的 有针对性的 施工技术方案 和施工组织方案 前者包括施工工艺 施工方法 后者包括施工区段划分 施工流向和劳动组织 我们讲的 公益技术方案 这两个人 他包括技术方案 很好理解 还包括什么方案 还包括组织方案 对吧 特别是组织方案 最后这三个例子 请大家注意一下 你别说啊 我确定施工区段的划分 确定施工的流向 劳动的组织 我问他这边 这属于 对哪一个要素的质量控制 公益方案的质量控制 对吧 所以这个例子要注意一下 第三条 合理选用施工机器设备 和设置施工临织设施 合理布置施工总平面图 和各阶段施工平面图 这也属于 对公益技术方案的质量控制 第五条啊 编制工程所采用的 新材料新技术 新工艺的专项技术方案 和质量管理方案 设计这个三星 对吧 它也属于 公益方案质量控制 我们看个例子 下列施工生产要素质量控制中 属于公益方案质量控制的是 施工企业坚持 职业资格注册制度 和作业人员持证上感制度 这应该是 对哪个要素质量控制 对施工人员的质量控制 这是对人的控制 对吧 B 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 优先采用 节能低碳的新型建筑材料和设备 这属于什么 对材料设备质量控制 对吧 C 施工企业对施工中使用的 模具脚手架进行专项设计 模具脚手架进行专项设计 这属于哪个要素质量控制 这属于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 对吧 这属于对施工机械的质量控制 是不是很怪异啊 对吧 说写了考试就可以考 打准再选D了 对吧 合理布置施工总平面图和各阶段施工平面图 这属于对工艺方案质量控制 大家选择D 下面呢 施工环境易速度控制 环境易速度控制 这个必要的下 第二行 主要采取 预测预防的风险控制方法 环境怎么控制它的质量 预测预防 去年就考了考了这句话 不过提出的很有意思 看20年的考试题啊 为了减少环境易速的施工质量的不利影响 施工企业主要采取什么方法 主要采取什么方法 预测预防的风险控制方法 对吧 预测预防他不考 他考风险控制 对吧 采用预测预防的风险控制方法 对吧 说答案选A 看教材的176页 施工准备的质量控制 那么这个内容啊 我们要求同志们掌握的第一个考点 就是要求同志们区分 技术准备和现场施工准备 那么试题考什么呀 考教材的举的例子 把这例子拿出来 然后问你啊 这是技术准备呢 还是现场施工准备啊 但是呢 这个例子太多 咱呢 不可能全部都记得住 对吧 那咋办呢 就我们来处理 首先 请大家把现场施工准备 这三个标题表现成 现场施工准备啊 机量控制 测量控制 平面图控制 把这三个标题表现成 但是我们给同志们说一下 考技术准备和现场施工准备的区分的时候啊 实际主要集中在 技术准备 现场施工准备 一般来说作为干扰项的啊 所以现场施工准备这三个标题 你了解一下 那么什么是技术准备的 我们看技术准备啊 这个标题叫第一行的后面 这类工作那种繁多 主要在室内进行 这是我们判断的标准 啥叫技术准备 我们在办公室做的事情 咱在办公室里面做的事情 叫技术准备 现场准备呢 发生在现场啊 一个在办公室 一个在现场 这么来区分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技术准备啊 有两个例子 很喜欢考 我们请他们注意一下 哪两个例子呢 一个是176亿 第一行啊 176亿啊 第一自然断 第四行 夸号里这个内容 请标记上 绘制各种施工写扬图 这应该是我们在办公室 做的事情 对吧 你比如说啊 我绘制啊 测量发现图啊 大样图啊 配金配板配现图啊 我绘制这些图表 我问他们 是在办公室做的事情呢 还是在现场啊 那肯定是在办公室啊 对吧 所以他们属于技术准备 第一个喜欢考的例子 好 下面的论 下面的论 第三行 有这么一句话 针对质量控制点 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对象 和控制方法 这个例子 请注意 这个例子 容易出现判断错误 我们讲的 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对象 控制方法 你要说在办公室 说得通 其实啊 你要说在现场 其实也说得通啊 同志们 对吧 所以这个例子 如意出错 你要注意一下 同志们 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 和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对象 和控制方法 按照我们G23的说法 这是我们在办公室做的事情 对吧 它应该属于技术准备 对吧 它应该属于技术准备 好 这是第一个考点啊 技术准备和现场准备的区分 那么 176页还有一个细节可以考 哪个细节呢 就是我们176页中间二的标题 测量控制 测量控制这个标准下啊 第二行的后面 有这么一句话 事顾单位在开工前应该变成测控方案 经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和实施 这这个细节可以考个填库的选择题 对吧 事顾单位啊 编着测控方案 什么人批准 是项目经理批准呢 还是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啊 项目技术负责人批准 对吧 就项目部的总工批准 一个小的细节 看例子 施工技术准备工作的质量控制 包括 技术准备 这是我们在办公室做的事情 对吧 A 明确质量控制方法 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对下 和控制方法 这是我们在办公室做的事情 对吧 我答应该选A 它属于技术准备 下面B G量控制 C次量控制 D平面的控制 它们都属于现场施工准备 对吧 176页下面啊 三这个标题 质量检查页势的下面 划分 质量检查页势的下面划分啊 我们要求同志们啊 注意四句话 四句话注意一下 啊 177 第二子来乱 第二行 建筑工程 质量验收 因逐机划分为 单位分不分项和减皮 啊 没看到简单 还考过一次 但是送分题了 对吧 一个小的小的细节 我问大家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验收的最大的对象是什么 验收的最大的对象是什么 单位工程 最小的 减皮 对吧 质量验收 最小的对象是减皮 最大的是单位工程 我问大家 有没有单项工程 没有的 对吧 验收的最大的对象 就是单位工程 好 单位工程这个概念 考的可能性很小 啊 我们看分布工程 分布工程啊 看双块一这段 第一行 分布工程 按照专业性质 工程部位来确定 啊 分布工程 一般按照什么划分啊 专业性质 工程部位 别小看他 可以考多训理 啊 好 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按照什么划分 工种材料 施工工艺 设备类别 对吧 分项工程啊 按照工种材料 施工工艺 设备类别来进行划分 对吧 在下面再来段 减皮 减皮按什么划分 工程量 楼层施工段 变形缝 工程量 楼层施工段 变形缝 来进行划分 看个例子 按照规范的规定 分项工程划分依据 有哪些 工种材料 施工工艺 设备类别 对吧 单选BCD 好 177啊 下面我们看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我们调查177页呢 到178页之间呢 有这么几句话 可以考个综合题 我们再看一看 首先呢 是这个标题下第一行啊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是在工程项目质量实际形成中的 适中控制 啊 它是前适中还是适后啊 适中控制 好 再下面再一段 再下面再一段啊 第三行 工序作业质量控制 首先是质量生产者及作业者的自控 对吧 好 这个 然后呢 下面一行 其次 是来自作业者的 外部的 各种作业质量检查 验收 或者质量行为的监督 就是工序作业质量控制 包括两个方面 哪两个方面呢 首先是生产者的自控 其次是监督者的监控 对吧 一个是生产者的自控 一个是监督者的监控 好 下面呢 我们看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啊 这个必要的下第二行的最后 因此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是施工阶段质量控制的重点 也算 也算个关键句吧 对吧 施工阶段 质量控制的重点是什么 工序质量控制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看这段最后一行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包括工序施工条件控制 和工序施工效果控制 两个方面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一个是施工条件控制 一个是施工效果控制 对吧 我们来看这个施工条件 控制 177 最后一施量暖 第一行 工序施工条件 是指从事工序活动的 各生产要素质量 以及生产环境条件 工序施工条件 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要素质量 第二 环境条件 好 178页 178页啊 这个第二施量暖 第三行 工序施工效果控制 属于适合控制 这么几句话呢 单独考其中一句话可能性有 通常都是综合题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看例子 下来质量控制工作中 失忠控制的重点 题目呢 还有一点小弯弯绕 对吧 失忠质量控制 就是我们这个 失工质量控制 对吧 失工质量控制的重点是什么 工序质量的控制 对吧 所以说 大家一个选择A 最长期的地方 最长期的题型 这个地方是考综合题 对吧 看看例子 关于失工过程 作业质量控制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工序施工效果控制 属于事件控制 工序施工效果控制 属于事后控制 对吧 B 在失工阶段 失工承包方和监理方 都是质量的自控主题 那肯定不对 监理是监控主题 对吧 C 工序质量控制 包括作业者的自我控制 和作业者外部的检查监督 对不对 正确 一个是自我控制 一个是外部的监督 对吧 D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主要包括工序施工效果控制 和纠率偏差 对不对 不对 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包括两个方面 哪两个方面 一个是条件控制 一个是效果控制 对吧 所以说答应该选择C 下面一个考点 就有点讨厌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178月到179月之间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可以考吗 可以考 2020年的考试题 是可以出去考的 咋复习啊 一个字 记 这就是记 就是死金贝 好记吧 当然不好记了 对吧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给大家说一下啊 19年 2020年 已经联考两年了 关键是这个表格 你要是不懂的话 你要是死金贝 太难记了 所以说 都是178月到179月 这个表格 我们不要求同学们找 不要求 原则 主老师 万一今天再考一次呢 咱就数损猜一个 猜错了 丢了分 一点都不可惜 他都是我们21年的考试 肯定不是重要考点 好 179月 179月啊 我们看上面二点个标题 施工作业之内的自控 首先呢 是自控的意义 自控的意义 这个标题下 第一自然论 第四行 有这么一句话 施工方是施工阶段的 之内的自控主题 自控主题是谁 施工方 这能单独出去考吗 肯定考不了 对吧 但是后面呢 我们讲自控主题 和监控主题的区分 要用得到这句话 所以你先了解一下 好 179月呢 中间阿拉伯数字 二点个标题啊 施工作业 这段的自控程序 这里呢 有两个细节 我们要同学们注意一下 首先是 179月下面 双括一这个标题 施工作业技术的 技术的胶底 施工作业技术的胶底 这个标题下啊 第二自然乱 第二自然乱 第二行的后面 施工作业焦底 是最基层的技术 和管理焦底活动 施工总成包方 和工程建立机构 对着作业焦底进行监督 一个细节 对吧 最基层的焦底 是什么焦底啊 最基层的焦底 是作业焦底 对吧 作业焦底 作业焦底 什么人可以监督啊 施工总成包方 还有呢 工程监理机构 对吧 都要对作业焦底 进行监督啊 一个细节 好 下面一个细节呢 就是179页 最后一行 179页最后一行 施工作业的质量检查 是关注于整个 生过程的 最基本的质量控制活动 啊 包括施工当位内部的 自检 护检 砖 焦底检 以及现场建立机构的 旁转检查 平息检验 考个天空式选择题 也可以吗 对吧 好 看个例子 施工当位内部 施工作业 质量检查 包括哪些 自检 护检 砖检 交接检 对吧 答应选D 下面呢 我们看 基尔沙的 181 181啊 上面3这个表题 施工作业 这段的监控 首先呢 我们看监控主体 监控主体 这个标志下 第一则人断 打个括号 或者打个勾 我们要去会 考什么呢 在标志上写上 考自控主体 和监控主体的区分 考自控主体 和监控主体的区分 自控主体是谁 施工当位啊 刚讲过的 对吧 监控主体呢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 政府的这两间都部门 对吧 这些都是监控主体 给大家说一下啊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政府 是监控主体 这个不看出猜 也应该能猜个差不多 对吧 所以呢 对这一行啊 我要求同志们啊 你要把设计单位 打上桌上号 我就问他们 设计单位 是不是施工质量的监控主体 是还是不是 是的 设计单位 也是施工质量的监控主体 好 然后呢 我们看啊 双括一 这个大标志下 第四子然段第一行 作为监控主体 第一个下面建立机构 在施工作业过程中 根据接力规划 和实施细则 采取旁占巡视 拼义检验的形式 对施工质量 进行监控检查 可以考填固的选择题 再说填哪几个字 旁占巡视 平行检验 第一章 我们就给同志们讲了 对吧 这里这个细节 也可以考 就这个监理啊 监理机构啊 根据什么呢 监理机构 根据什么 进行旁占巡视 拼义检验呢 根据接力规划 和实施细则 对吧 根据监理规划 和实施细则 这个细节 也需要注意一下吧 好 我们看例子 某建筑工程项目施工 采用了施工总成包方式 其中呢 木墙工程 设备安装工程 分别进行了专业分包 那么 对玻璃木墙施工之辆 实施监控的主体是 对玻璃木墙啊 它的施工质量 进行监控的主体 哪些 A 玻璃木墙供应商 是的吗 监控主体有它吗 没有吧 B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政府 有没有啊 有吧 C 木墙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 是不是质量的监控主体 是 D 设备安装单位 设备安装单位 和这个 玻璃木墙这个施工单位 它是两个平行的 分包商 对吧 所以它是监控主体吗 不是 对吧 还有呢 监理单位 是不是 是吧 单位选择BCE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现场质量检查 首先呢 是现场质量检查的内容 现场质量检查的内容 双写六条 我们在同众们要求啊 一个细节 就双括二十段第二行 有个三减制度 要去绘 三减制度啊 三减是哪三减呢 自减 互减 专减 别看它简单 还考个多训题的 我们要去绘 自减 互减 专减 好 下面呢 我们看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 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啊 我们双减了啊 目测法 实测法 还有试验法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啊 考试 考什么呢 考书生的例子 把教育的这个例子拿出来 然后你这是哪种方法 大致是这样的 同学们 这例子也太多了 对吧 你要说传播的记得住 这也不大不大可能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是目测法 目测法 我不要就同学们记这个例子 目测法呢 同学们关注一下 有四个字就可以了 哪四个字 看摸敲照 用眼睛看 用手去摸 用锤子敲 用手电筒照 对吧 看摸敲照 都属于目测法 好 实测法呢 实测法呢 也是四个字 靠梁吊套 大致 给大家说一下 实测法 靠梁吊套 这个例子 我一样就同学们 务必要看看书 我刚才讲了 目测法 目测法 你知道 看摸敲照 这四个字 基本上就能解决考试问题 对吧 但是实测法 靠梁吊套 这个例子 你要不看书 你就猜 有时候很容易猜错 所以说实测法 靠梁吊套 这个例子 请同学们 务必要看看书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靠 就是直尺 塞尺 检查出墙面 地面 路面的平等度 对吧 比如说地面 墙面 平不平 我尺子往上一靠 我就知道 对吧 实测法 梁呢 我们看这段 梁 这在那第二房 例如 大理石板 拼风尺寸 摊铺利心 半块料的温度 混凝土 塌漏度的检测 这属于 靠梁吊套里面的 梁 属于 实测法 你别说我问大家 混凝土 塌漏度的检测 这是实测法 还是试验法 它就属于靠梁 吊套里面的梁 它属于实测法 不是试验法 对吧 掉 掉啊 这次的呢 第一行的后面 气体垂直度检查 门窗的安装 掉 对吧 套 这次的第一行的后面 阴阳脚的方针 踢脚线的垂直度 对吧 预置构建的方针 门窗口和构建的 对角线检查 这是套 靠梁掉套 这几个例子啊 请大家一定要看看书 好 下面呢 我们看试验法 试验法呢 包括理化实验和无存检测 理化实验 这个第一行 理化实验是检查什么 理化实验是检查物理力学性能 化学成分及化学性能的测力 对吧 理化实验 物理力学性能 化学成分和化学性能的测力 无存检测 这个标题就足够了 好 我们看看例子 试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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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实测法 这就属于靠梁掉套里面的梁 对吧 它是实测法 再看看例子 对进入试验性能的钢筋 取样以后 进行力学性能检测 这是哪种方法 物理力学性能 试验法 对吧 单血C 下列性能质量检查 属于实测法的有 什么是实测法 靠梁掉套 对吧 A 热眼观察前面喷嚼的密实度 用眼睛看 这是什么法 目测法 对吧 B 用敲击工具检查地面端铺垫的密实度 专铺的好不好 我用锤子敲 这啥法 目测法 我们讲啊 等等 目测法 是不是就用我们的一双大眼去看呢 不是 还包括 用手去摸 用锤子敲 用手电筒去照 看 摸 敲 照 都属于目测法 C 用直尺检查地面的平整度 这是靠梁掉套的 靠 地面平不平 我尺子往而一靠 我就知道 对吧 就实测法 D 垂直线检查墙面垂直度 掉线嘛 对吧 靠梁掉套嘛 一 现场检测 混击术事件的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 是不是物理力学性能 对吧 什么方法 实验方 对吧 所以说 大家选择C核定 好 182页 下面呢 双括三这个大标题 技术核定和建设权送检 这里啊 有两个小的细节 我们了解一下 首先呢 是技术核定 技术核定啊 这一字来说 第三行 施工方 必须以技术核定单的方式 向建理工程师提出 一个小的细节 我问他什么啊 施工单位 怀疑图纸有错 施工单位啊 怀疑这个图纸图纸错了 能不能要求设计软 你给我解释一下 行不行啊 那可不行啊 你有疑问找谁啊 有疑问找监理啊 对吧 以什么样的方式找监理 以技术核定单的方式找监理啊 对吧 可以考个填括的选择题吗 一个小的细节 对吧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建政取样送解 这个标题下面啊 第一行 我国规定 对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 半装品 各备件 以及施工过程中留置的事块事件 应该实行现场建政取样送解 可以考填括的选择题 大家说填哪几个字 就填建政取样的四个字 怎么送解呢 现场建政取样送解 好 183亿 施工质量和设计质量的协调 这一节的最后一个内容啊 那么 首先呢 就是我们设计质量控制 设计质量控制 我们叫它设计五个方面 对吧 我们就要求他们注意一下前两条 功能性质量控制和可靠性质量控制 什么是功能性质量 什么是可靠性质量 可以考判断别的我们都不要求啊 这个呢 你报纸数倍没必要 再边上加个注释 功能性质量强烈的是使用功能 可靠性质量强烈的是安全稳定 我再说一次啊 功能性质量强烈的是使用功能 可靠性质量强烈的是安全稳定 你比如说啊 我这个汽车 在高速上啊 最快可以跑到200公里每小时 车子最快可以跑到200 是功能性质量还是可靠性质量 这是使用功能啊 这是功能性质量 对吧 车子跑到200的时候还很稳 不发飘 安全稳定 这什么质量啊 可靠性质量 对吧 我们看个例子 建设功能项目建成后 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和正常使用条件下 应保证功能项目使用安全建筑物 构筑物设备系统性能稳定 这是什么要求 安全稳定 这什么质量啊 可靠性质量啊 对吧 答应选择D 好 184页 我们这一节要求他们注意的最后一个考点啊 就184页中间阿拉伯数字2这个标题 设计交集和图值会审啊 设计交集和图值会审 标题下面这一个自然段我们要去会 考什么 考设计交集和图值会审的区别啊 抱着背没必要 在标题边的加个注释 设计交集是为了顺利的施工 图值会审 是为了找出设计错误啊 设计交集啊 是为了顺利的施工 图值会审是为了找出设计错误 你这样来判断就可以了 你就用不着去死即妹了啊 看个例子 设计单位 应该组织设计单位 进行设计交理 是施工单位 设计交理是为了什么 设计交理是为了顺利的施工啊 对吧 A 充分理解设计意图 对不对啊 正确为了顺利施工吗 对吧 B 了解设计内容和技术要求 是不是为了顺利施工啊 对吧 C 解决各专业设计之间 可能存在的矛盾 找出设计错误 这是图值会审做的事情 对吧 B 消除施工的差错 这是图值会审 找出设计错误 图值会审的事情 对吧 E 明确质量控制的重点和难点 是不是为了顺利施工啊 对吧 所以答案选择A B E